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 塑料制品在它的嘴里都会被撕得粉碎 它代替了传统可以撕碎柔软的白色垃圾 敬请收看外发明塑料撕碎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资深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彭老师说到塑料啊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对它一点不陌生 但一提到塑料垃圾的回收和处理 我想很多观众就会觉得头疼了 对塑料垃圾啊它很难分解 如果埋在地下可能几十年上百年 有的二百年都分解不了 所以这个垃圾的处理呢是相当重要的 像一些硬的塑料 比如像碗呢 它是很好粉碎的 但是一些像薄膜呀 鱼网啊之类比较软性的东西 可能粉碎起来就比较困难 软的东西它容易缠在刀上 缠在滚子上 所以给它粉碎呢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解决把软塑料进行粉碎这样的一个难题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它 塑料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东西 但是废弃塑料带来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其中塑料薄膜 塑料袋的危害尤为可怕 这些质地柔软的塑料 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 一般可达200到400年 有的可达到500年 对它们的回收再必用 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 面对这些垃圾 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发明栏目的 因为我看这边 好像就是一个收费品的地儿 所以我就来帮你 您平时收这种废品 就是和这种塑料也关系的东西多不多 多 我这边主要是地膜 膊膜 膊膜 然后瘦皮袋 这两个我做的比较多 您是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就是平时给它分类 分类然后先给它粉碎 反正总之就是做出颗粒再利用 就当我们的记者和废品收购站老板 乘来聊天的时候 一个人找上了门来 我这边有一点欲丸料 你能不能来把握住你的 多大的欲丸 大还是小 大 小鸡是搞不动的 小鸡是搞不动的 对 大的我就弄不了了 你那是那种大欲丸 对大欲丸都弄不了 我的鸡车有点小 那么老陈口中所说的小鸡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能试着 试着也可以 让人家试着 开机 快点了 它就接住了嘛 睡不了 快再大 然后它快到 咱们搅的过程中 把整个一个大块料都搅进 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明白了 这个平时我们都不睡觉 不睡吧 说这个东西回来 我们没办法处理 对 拿这儿去 明白了 那怎么办呢 我有朋友 听说他发明一个四字衣 他都破鱼网 好的 然后我去求助我的朋友 看看他能不能帮帮忙 把鱼网处理点 好吧 反正这个事情我来帮你弄 好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 好 好 老陈 那是谁呢 那附近鱼民 鱼民是吗 对 他转机什么事呢 他家里面 他打鱼嘛 今天家里面有破鱼网 然后处理 然后处理不了吗 我带你去找 我一个朋友 他制造 发明一个设备 看能不能破软的 鱼网 它是一四岁机是吧 对 它是一个四岁机 明白了 这就是他厂吗 对 这是老铃厂吗 他应该在的 看了 我们的记者听说 在江苏张家岗 有一位姓李的人 他做出了一台 可以撕碎 软质塑料的机器 发明人 李平心 发明项目 多功能 塑料 撕碎机 今年39岁的李平心 就是我们要找的发明人 面对老陈提出的问题 他会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要让他去解决问题 难道 这废旧的鱼网 真的就那么难 回收利用吗 张家岗是江苏的 一个港口城市 这里有很多的渔民 是靠捕鱼为生 他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就是鱼网 但是塑料材质的鱼网 寿命并不长 出海几次 可能就需要全部更换 这样一来 会产生大量的 破旧鱼网 而废品收购站 面对他们 只有一个办法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鱼网 有办法 就是收卡 老陈告诉我们 鱼网只有先被剁成 一小段一小段后 才能放到普通的粉碎机里 直接就能粉碎 不经处理的鱼网的机器 他可真没见过 行不行 可以可以 绝对可以 那只能去看看了 那可以可以 到了 我们在工厂了 那来看看 我师妹 我还带着鱼网来 就看你能不能处 那试试 试一下吧 就这鸡鸡是吧 就这鸡鸡是吧 直接看看鸡鸡 直接看看鸡鸡 发明人发明的塑料撕碎机 主要由一根圆柱形的刀具 两排锯齿构成 这根刀具在电机的带动下旋转 这样一来 投入进去的塑料制品 就会被它卷进和锯齿的空隙中 在刀具和锯齿持续的撕扯下 达到粉碎塑料的目的 不过 这个机器是不是像发明人说的那样厉害呢 我们决定 在挑战破碎鱼网之前 先用最普通的硬塑料 来试而易试 前后不到一分钟 刚才还完整的塑料制品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碎和大还可以 它软了行不行 什么口袋啊 什么样 弄两袋过来试一下 试一下看 这个快看行不行 胶皮口袋可是很软的 发明人的机器 能把眼前这个家伙 撕碎吗 这个啊 没有了 这个是 你下来了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行 便知道 这些东西可是又软又薄又结实 老陈啊 你可真是这么难 怎么是啊 这一捆烟之袋 虽然瞬间就被撕碎了 可是我们的老陈还是发现了问题 你看这个 好这个 然后这个特大 然后这个可以烂嘛 都能弄烂 大概能弄成均匀一点 都要让它那么大还行 那么大快 不行 肯定不行 第一个 第一个 要到生产 第二个 肯定不行 然后这个 鱼网 它个部都撕了 在这种装备 看看 试试鱼网 试试鱼网 试试 试一下鱼网吧 这什么叫 反正不再行 我看这鱼网 就不行 鱼网就不先觉得 我这鱼网就不行了 试试 试一下吧 试一下 试一下鱼网看看 试一下鱼网看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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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只有一小块 没被撕碎 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挑战鱼网 这种剪不乱 力还乱的东西 不会出更大的问题吧 这速度看下去 有点慢了 不是出问题了吧 你这个丝我看有多少堵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这个丝可以丝 丝也能丝这么样子 但是你比较慢 我这个设计 我这个设计 我这个也看着 原先就是设计是大块料的 所以你这个也就是先试一下 我东西看能吃烂 主要是这个东西 主要是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 笑得这么慢 我 以前是两家后来都睡觉了 你速度一慢 就会想到后到工序 你前期 前期是有分担啊 后到工序 你工人都在玩 那晚工人一天工序多少钱呀 我那机器在转的话 电力多少钱呀 这个成本算不得了的事 你的效率太低了 对 要不然让机器卖给人 反正我 这种效率的机器 影响到我的产量 河老师 刚才我们看到 发明人碎硬塑料的时候 机器运作得非常快啊 但是为什么处理像尼龙网啊 鱼网的时候 这个机器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呢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中的原理 在这儿呢 我们做了一个小模型 我这个是用塑料做的刀具 它这个刀呢 跟这个架子上的这个尘 配合得非常好 就把这个塑料给它打碎了 这是钢铁做的 所以硬塑料到这一打 肯定就成了碎的这个小碎片了 如果我们给它接通电源以后 现在如果用它去打塑料袋 一下卡住了 就会卡住 而且像它打的这个塑料里边有一些绳状的物体 容易缠到在里面 它会缠在轴上 所以这个东西虽然对硬塑料 它很起作用 但是对像这个网子软塑料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它打不碎 缠在它轴上的这些问题了 黄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如果改进刀具 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处理软塑料质品了呢 如果说它做两个刀具 那么两个刀具的那个刀上的那些尘呢 对的相当好 我想像一些软的塑料 尼龙网也逃不过它 过它的时候肯定会打得粉碎的 这是彭老师给出的一些意见 我们接下来看看发明人士如何来改进 他的这台机器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本来想在我们的面前露把脸 谁知道脸没露成不说 还让费品战老板老陈 披了个体无完肤 颜值袋不能完全撕碎 鱼网会卡住 速度慢 这些都是很要命的问题 我们的发明人决定 对自己的机器进行大改 那么它的改进会成功吗 老李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您这是干嘛呢 我这不是上次那个不太好 这又改进了一下嘛 改进了现在改用两个电动机 用双轴 双轴会上减轻 外观反正我还是变了 外观现在就是 比第一大小一点 有些工厂体积太大了 能不好放 能耗也降低了 能耗也降低了 能耗也降低了吧 您可以上来看一下 我这个结构跟上次不一样了 当心点 现在是两个轴 无聊下去以后 它互相一减轻一撕车 这个那种咬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车 它直接料子一抓进来以后 它两个轴会上一减轻 就把它减轻掉了 这样的话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车位比第一次高是吧 比第一次常量高 比第一次常量高 那你能给我试试吗 可以可以 给我讲我也 可以可以 我开机试一下就看到 好嘞 那个料子吧 有料有料 是什么料子呢 我这个舌皮袋 舌皮袋薄膜 鱼网都可以 然后放那料 行 你先试这个舌皮袋 我这弄了一车舌皮袋 这也不用弄开了吗 基本上不用弄开 直接放进就行了 直接放就可以 那这多了 对对对 有叶死了 怎么了这是 这是太多了 给叶住了 叶死了是吧 叶死了 这跟师叔 我没接下去了 捡上来你看 都四块 还是得给它 分开弄是吧 咱分开再试试 分开试试 分开试试 那这也怎么办 再多了 我来给它往后倒一下 我来给它倒是吧 能倒能倒 找一下像 我说老李 你这样可不行啊 编织袋全都把卷刀铲死了 看着还不如上一颗 在那个 那个垫调一下就行了 让它反转是吧 让它反转一下 好了现在可以了 让它再试试呗 行 好的 放点啊 不能放那么多了 应该是前面 先放点 这次机器没有再出任何问题 像以上一代的一根卷刀 这台机器的两根卷刀 能够死死地把编织袋卷进去 对象旋转的卷刀 不断地发扯编织袋 刀具上的力尺 则在不停地切割 一整块一整块的编织袋 就这样变成了碎片 我们的记者和发明人 不停地把编织袋扔进机器里 机器破碎的速度非常地满 破碎的效果也非常适 没有再出现 哪怕一片大块的编织袋 我刚才说我还行好 还可以 还都挺细的 比如上次好多了 而且还快了 第一是快 第二是睡也够细 对对对 那你说咱刚才只是睡的水平带 那渔网还能不能睡现在 渔网应该还可以吧 要不咱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行行 好的 那行呗 这可以 可以可以 跟之前一样 跟之前一样的 那我先放了 行行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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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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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你了是吧 好 对啊 车放进去 车放进去 还行啊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啊 是吧 还可以啊 还可以 比小西有点了 对还可以 还挺累的 对对对 这个比粉碎剂好得多了 比粉碎剂好得多 这个 力度应该也能达得到 他们要去了 哦 要不然你们这样行不行啊 把那个老陈喊过来 行行 然后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西有够够 他那个 就是可以就用 晒到工序 那行 后来给他打个电话 这一棒子 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看一下 好的 好 这回我 我觉得他应该会满意的 我觉得 那过来看看再说吧 咱俩不好说 行行 哎 好的好的好的 老陈啊 我的机器搞了 我看 就是陈先生带来的 传统破碎机 我们的发明人 趁着比赛前的准备时间 一直在紧张的调试着 自己的机器 这一战对他来说 可是至关重要 赢得比赛 可不只是堵住老陈那张 挑剔的嘴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赢得老陈的心 老陈满意了 他的机器才能推向市场 这时 场地中的动静 把周围的人也吸引了过来 我说你们觉得哪个会赢 哪个会赢 哪个会赢啊 对 这个应该也能赢 这个啊 为什么呀 这个比较现在比较早一点 那个我们没见过 没见过是吗 对对对 就说你觉得他 他就是没他看 我们相应传统的 对 那你觉得哪赢 我觉得这个新的会赢 为什么呀 啊 啊 为什么 反正我就感觉这个 这个要好一点 新的好一点 你就现在比这个老师的要好 对对对 是吗 那你觉得他是哪方面能能 效率还是效果好啊 效率效果都好一点 的多好你觉得什么 对 新的毕竟比真的好 对 heard 我觉得 Infrast services 这个老的那种吧 为什么呢 嗯 老的应该时间时间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吧 新的 对 对 那新的可能还没有通过 时间什么术 这些都不太清楚 好 二位啊 到现在啊 来场比赛 可以 好吧 melhor 然后呢就是 呃 您里边是传统负重直接 对 您这边是您研发的工程师 您这边怎么有三个人呢 这个应该为拿刀就是砍料子的 砍料子的 就是砍那种什么 对 太大的 给它割碎 割碎小块 明白了 这个是喂料子的 站在鸡栈上 然后往里投放 这个就是送料子的 就是由他从地下捡料子给他 然后再往里投 等于说您这个工序得需要三个人在完成 对 需要三个人 算了您是实际四个 那您就算是真工的 是吧 对 我看他们干什么 实际的意思 那您这边呢 我那边一个人就可以 您这边一个人就够了 对 我一个人投放了 我一个人投放了就可以了 明白了 那这样吧 我身后现在呢 每边各有三百公斤的碎料 其中包括了这个设备架 包括了这个鱼网 包括了这个 还有这个工程上面用的那种防护网 对 然后各三百公斤 待会我给你们积一个时间 可以 可以可以 看谁先把这些碎料啊 先弄完 可以可以 先碎完 好的 最后看看质量 怎么样 行行行 行吧 好的 来 我来积时间啊 准备啊 好 开始 好 现在先弄了 好的 好了 老李的机器 已经把第一块尼龙网碎了出来 好 再看这边 老陈的机器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搞了半天 你们还在切啊 老陈 你这个可不行 半自动 怎么和全自动抵押 发明人的机器这边倒是龚龙龙 第二块尼龙网也已经被它吞了进去 终于老陈的机器可以干活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我们目瞪口呆 这碎完的东西怎么还往外喷呢 老陈的机器一开动完成的尘土飞扬 相比之下 发明人的机器可就要温柔多了 它的动静倒是不大 吃起东西来也是一口一口的 我 胜在稳定 你没看老李波澜不惊的 很是悠闲嘛 这边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老陈可是亲自上阵 四个人一排机器干的也是热火朝天 就是身上脸上不怎么好看的 比赛进行到现在 您可能也看出来了 虽然这边需要一个人不停的 去砍断大块的尼龙网 但是这台机器一瞬间就能把他们捆送 它的速度不一定就比发明人的机器慢 这样的比赛 让场边的观众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比赛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 比赛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 老陈他们虽快 但处理的拉机却越来越多了 现在两边把尼龙网和鱼网都处理完了 都开始处理最后的独边之态 和塑料布了 这可给了老李不小的压力 他也顾不上丧了 嘔着家伙直接就上阵了 冲刺了冲刺了 比十分率先完成比赛 谁才是真正的塑料破碎王 老李 我看你都看完照了 看完了还有一盆 一盆点点 那他看看老陈那边吧 行行 我看他那边有点很呼呼地过完灰 行行行 他的端来了 他的效率太慢了 还是慢点他这个 他效率太慢 你们还有多少啊 我这边弄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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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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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啊 我刚才给你们记时间了 一共用了23分钟 您这23分钟 我这全焚完了 粉碎了400公斤 您这弄多少 一百多 一百多 不好意思说了 他看了 他看了这个战场 嗯 你看他里边 还行哈 挺干净的 嗯 你看您那边 哈哈 一切狼机 是不是 他这个 本身 这台机器吧 他就像一传 他把那个料子往外打 他转速快 这就是 传统那本是一转速快 您这第一是吧 我这个是低转速 高级对的 明白了 让他看看效果呗 您看您这边效果 我这边尝尝尝 四十年四十岁 但是这个筷子比较大 筷子大是吗 嗯 那筷子比较大 您那筷子有多大呀 我那个筷子飞出来筷子大 实际这个筷子小 看 哦 真的好 真不一样 它都这样了 对 哦 薄膜袋 薄膜袋它高长速的时候 能把它打碎了 哦 这就跟四十一样啊 对 你看他一个一个的吧 这样才好用 哦 这样好用 对 那个大筷子有点大 小的小筷子不要紧 筷子有点大 哦 明白了 那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擦的多好 你看您这个 这个一笔 这是要粗多了 这有两种感觉了 你这么一下子 对 这是 真是啊 哦 哦 你真是啊 可能比我那快 对 但是私人比我那碎 我再产量快 我用人少 你现在人工多贵 我一个人 一个人盯你三个人 你关键太大 太大 对 你要小啊 我可以扶你 那个关键太大 我保佑 那它这样就用不了吗 这太大了 大那还怎么办呀 我们要再反映一遍 它要像那么小 那么小一点 这么点就可以用 对 那么小一点 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的块 对 就用不了 是吧 这样的就用不了 对 那还有这 那叠好一层 真是 真的叠好一层 我再想想 我再给您看看 反正您那个 反正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有问题 直接人家不用直接用 对吧 块也太大 叠在一起 嗯 太多 太多 嗯 那我再想想 想想办法 再改改 对 回头我看一下 我给改 想办法改一个 这次失败 让老李心很郁闷 问题是改进一个 又来一个 不过 老李的坚持 有着他自己的理由 因为在他的经历里面 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出生在安徽农村的他 因为家境清贫 初中毕业以后 就和师傅学习机械维修 从此对机械产生了迷恋 十五年前 为了生存 他每天都要出去捡废品来卖 五年前 为了梦境 他听见自己少的可怜的存款 开始研制塑料撕碎机 现在 机器终于有了出行 他没有理由放弃 即使前面的路上 并不经济 他也只能向前 也许 这就是一个人 要成为一个发明人 所必须经历的道路吧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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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又新一代是吗 刚改进过了 这和那差不多长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里面道具结构改变了 结构变了 里面结构又改变了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行 哪变了 怎么有好多塑料布啊 现在这个塑料布 塞皮袋都可以搞了 全都可以 全都能睡了 我看了 我看了 你到底是改 来看一下 看一下 那么 楼里这次改进的机器 和前一代 有什么不同呢 我现在都改进了 这种小刀块 更好都变了 结构变了 现在这个结构就是说 没有说困炸那问题吧 对对对 就完之后都很细 对 实际上基本上都很细 如果那会有一两根大的 但那不影响 哦 明白了 发明人改进的第三代机 依然采用了两根 对向旋转的刀具 但是 他们上面取消了上一代 圆滑的钝刀 而是每一个刀头 都改成了多个分立的切削刃口 这样在旋转中 这些利刃 就能瞬间切进薄膜 对这样的软质塑料 形成更强的抓力 最终在旋转撕扯时 达到精细剪切的效果 要不然你把那谁喊过来 把那个老陈 嗯 行行 然后让他看看 行行 让他一会试试 行行行 那我来跟他喊他 喊他一下 哎 到了 说老陈 老陈到 现在又 机器又改好了 改好了 啊 主要改哪一方面 里面结构都改了 刀子都改了 刀子也改了 啊 那么实验的结果 可以让老陈满意吗 我别换你了啊 啊 啊 一整大一整大 啊 一整大一整大 哎呦 这个黄皮 你上去的呢 他还突然快一点 那现在都给你做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这个轻轻 啊 刀子也好 下来也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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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缠 不会缠组 啊 我现在这个啊 现在改这个刀 都这么碎的 锅膜也可以使 现在锅膜也能使啊 锅膜也可以使 现在锅膜也能使啊 这个像在这个程度 比你以前那个橘子啊 好多 你锅膜也能使啊 锅膜能使 那要试着锅膜呢 我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那试着锅膜 行行行 好 那我给你试着锅膜 试着锅膜我看一下 好好好 在垃圾处理界 只有搞定毛膜的人 才能真正配的上 塑料撕碎黄的称号 蜂膜 蜂膜撕碎也可以 蜂膜撕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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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得非常快 现在速度不错 不错吧 不错不错 比以前呢 我们那台速度好多了吧 比以前那台速度好多 难怪老李这么得意 他改进的这第三代机器 不光可以把编织袋碎得很细 更是能够快速撕碎 垃圾中最难处理的塑料包膜 现在我这个产量比以前提还要高 比以前提还要高 那我那厂里面有大的机械 你大的设备能做到啥 大的设备 肯定比你那大的设备产量高 你有大大设备高 肯定觉得你现在你多大 你一米二的我也比你的产量高 那你做事我们也试试 我们拉过去比一下 先别黄身油 走走走 走走 这是老陈的一家大型回收站 厂房里堆积着 成捆成捆的塑料包膜垃圾 处理这些垃圾的是一台长近三十米 重达二十吨的巨无碗机器 这台机器上料 传送 粉碎 老陈 再到装袋 全程都是紫若化 老陈告诉我们 这台机器 每天能处理尽十吨的薄膜垃圾 是它的战场之宝 华明人老李带着机器 坦特不安的来到现场 这次客场作战 老李十分紧张 在这间近千平米的厂房里 这台机器就将要向垃圾粉碎界的绝顶高手 滑起挑战 如果这时的老李除了紧张还有一丝兴奋 如果这个只有大机器体积六分之一的小家伙能赢 那自己就真的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塑料撕碎王了 中午机器在经过两个小时的反复调试后 达到了老李的要求 而这时 音信也都黑了下来 弄好了 弄好了 反正复查了 这机器都试好了 试好了 这块我看能有多少 有多少 这一块的话 四十多 四十多 哇 那这也能弄完吗 这么多 那能弄什么手里 那你站着 就是弄一段时间换成一个袋子 然后它撑一撑 在规则的时间之内 对 规则的时间之内 那我们就弄干一个小时吧 撑一个 你记得死 记得死 我们就一个小时看看 给它对比一下 好 我们就先了 准备啊 快点 好 快 开始 老板 让我 快 撕碎塑料的终极比赛开始了 双方的机器都铁足了马力 一团一团的包膜 被背进了机器肚子 没了影响比赛 老李和两个帮手 不停地往上面放尿 老李他 你求胜的心情 我们理解 可是如果背得多了 机器又卡住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呀 我们再看老陈那边 这个传送带的速度 怎么有点慢呢 老陈 我看你这还是优贤的哈 这个优贤是优贤 但是不能堆起来 优贤又不能堆呢 它堆啊 一到那个统筋器里面吧 你听着 你听着 你那边堆 哦哦哦哦哦哦哦 你听着那种堆起来啊 真的堆起来 哦 我刚才看了 好像比的好多 比的好多 对对对对 统筋就摆上去 统筋就摆上去 到那个统筋器里面啊 它不会出现什么力量 尽力啊 不会强死啊 对对对对 啊 别就还得不办法 不能忘记 对对吧 相比之下 老李的机器到目前为止 还保持着高速运转 比赛已经过去 快十分钟了 他们的状况如何呢 啊 把你放了 把你放了 这个不来啊 太好吧 哈哈 哈哈哈哈 走 一般 有速度啊 一般它这有 咱俩两百公斤吧 哇 好 来来来 再踩一边去 好 快 快 先放一边了 先放一边 来 来继续吧 赶紧时间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那么老陈这一点 又破碎了多少呢 哎 都不拉了 你看 我这家镜头倒了 多少呀 对 对 第几包了 中央就是第几包 第几包啊 对 就是第几包 第几包还没满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机器的速度竟然落后了 我们里面唯一高兴的可能就是老李了 要是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可就赢定了呀 现在的他们是恨不得把所有毛膜都塞进机器里 这个小家伙也真没让人失望 不管扔进去多少都能全顾撕碎 这可累坏了装带的人 看这个情形 他们两个是完全都钻不过来 我机器太快了 哪个快 机器 你见过这么快的吗 你见过 没见过这么快的 下条啊 时间越过越快 机器越碎越多 他们也是越干越有劲 今天弄几包啊 今天弄了 两包 两包多了吧 两包多了 底下有三包多了 底下一大堆呢 不过老陈说 这可不代表自己就落后了 这台机器自带了一套跑起设备 所以还有很多处理完的薄膜积攒在里面 没有装盘 说不准自己还领先着老李呢 可就在这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原来机器提速太快 下料口被堵住了 这儿得扒下巴 这儿堵上还能 啊不 太结实了 太结实了 太快了 机器的速度被加的太快了 上面的入口不通 下面的废料 根本不可能被顶出来 往里穿啊 要把那个 要把这个里的料子给它倒下来 这下可真是急死老陈了 自己的机器 这么关键时候掉链子呀 然而就在这时 另一个意外 又出现了 一个特大好的薄膜一块 进到了机器 尽管工作人员 赶紧手动清理 但是远远不动上来的薄膜 还是彻底把机器打住了 啊 啊 行 为什么换了他妈 手动带太窄了 快点就活了 哦 手动带成了 对对 现在好啊 啊 机器又没钱 有人在手动带摊 没事吧 没事吧 我累了吧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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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忘了姐 几包了 知道了 这挺快的 几天里边不多了 以后要加一个手动带 以后还满了 对 他那还卡着还没好 你这儿能碰几包了 怎么掉 第二包那么多 麻烦都满了呀 现在卡住了 啥怎么办呀 他没在拖啊 还在拖 哎 哎 这些早卡吗 有时候卡 有时候也 我还要卡 你要是不卡的话 你能弄到哪一小时 一小时不卡的话 也最多 六七百公斤哦 十七百公斤 哦 不知道 看他们 他们能多少 对 两个人来不一位 两个人过来不一位 两个人过来不让他吃的 啊 我觉得 有一个词很好 对 对 大胃王 就是 这场比赛谁输谁赢 已经没有悬念了 不过 老李的大胃王 在一个小时之内 到底处理了多少 淘磨垃圾呢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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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吧 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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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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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公斤的话 我现在啊 那你一共用了 有八包 八包 八包 八包是多少 一多二吧 一千两百公斤 我那边 正常情况下的话 机器不出问题 在七百公斤左右上 嗯 现在没了 那边多 卡了 有机器化了 对 它要正常塗料的 要有塗料充足的话 可以超过两针 两针 应该超过两针 没问题 我 我虽然说今天卡了 比不过你那个 没你快 嗯 但是从它的四倍充足来看的话 可以造力 但是还要看造出来的效果 哦 它们体验 它们说明它到底成不去 明白了明白了 别说这么着 咱俩就是不交 就拿这个料 你造个颗粒出来 可以 然后做到那个绳点 看一下 好不好 行 好 粉碎这些东西 光是快是没用的 必须要质量过关才可以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看出来 它们质量的好坏呢 粉碎塑料垃圾的目的就是在利用 粉碎后的垃圾经过清洗 加热等一系列工序后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一个一个的颗粒 而这些颗粒经过重铸后 就会变成各种塑料产品 可是如果塑料垃圾粉碎的大小均匀度不能达到要求 用它们重新制作的东西就会质量很差 老李机器的速度虽快 但是 经过它撕碎的废料 制成了塑料原件 到底能不能达标呢 为此 老陈专门拿来了一个次品 和老李的进行对比 那这个是坏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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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好听 一摆轻轻一摆 一摆 一摆 它这个在下面一摆 碎了啊 对 轻轻一摆就碎了 你看这个 老李这个东西做出来 老李设备做出来 做出来的东西 它有韧性 你看 摆到这种程度才摆断 嗯 那这个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 刚才我摆了一下 你看这个你看 你看 轻轻一摆就断了 从你这个 改进这些东西来看的 这个 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能够认可我们的东西 你的东西都做好吗 我也高兴了 到时候我用起来也方便 没有你的好设备 我们打出来的东西 人家不要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相互相成的 行行行行 我们以后反正有好的机会来合作 好的好的 不错 是不错 发明人发明的塑料撕碎机 主要有两根圆柱形的刀具构成 每一个刀头都有多个 锋利的切削刃口 这样在旋转中 这些利刃就能瞬间切进薄膜 把这些软质的塑料牢牢抓住 最终在旋转撕扯时 达到精细减切的效果 它的这台机器 每一小时都能处理 一吨左右的塑料薄膜垃圾 这台塑料撕碎机 采用双圆筒的刀具 之间间隙较大 适用于各种尺寸的这样一个塑料 采用圆形的刀具 可以撕碎这种软的硬的各种塑料 整个的实用范围很广 它为下一步的这种工序加工 清洗和造力 都是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 失去的这样一个效果 整个的这样一台机器效果 还是不错的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光颜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